這次民間就自己倒成一局 當年這個反擊戰是好的 官方做了一段時間,民間有感覺自己做得出來 幸好官方有制,又和你一起談 這是一個良性的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對你們的機會 將各方面的朋友的聲音都說出來 我始終堅信是真理而見而明 大家資訊足夠,互相坦誠地溝通 始終可以傾向一個道理 這個道理是什麼不知道 但經過了這個溝通程序之後 大家就會確認這是一個恰恰的程序 得出來的結論,無論是在這裏,在這裏 大家接受了,OK 這個民間反擊戰除了今天之外還有一場 他叫我和他宣讀一下 4月24日,星期日 上午11點至下午6點 在中環7號碼頭附近 7號碼頭附近,很忙的 9號10號碼頭附近 這裏是愛華 上午11點至下午1點半有個嘉尼華會 下午1點至2點有個大學生發展的港會 然後2至6點有個民間公庭會 到時大會邀請了發展的代表 這裏是邀宗賢先生 鄧小禮小姐 以及長春社和相關聯盟 守護大園聯盟的朋友出席 先說回今天 今天由現在開始 到大約5點半左右 我們會有三個主要的環節 第一個環節 就是講南大嶼山的保育規劃和挑戰 第二個部分就是講中部水域 東大嶼都會的發展 以及第三部分是 東沖的經濟和就業的機會 三個部分都會有朋友講一講 然後跟著是有討論的 我現在進入去 每個環節的嘉賓到時後 先詳細介紹 我們現在先開始 第一部分的時間 首先我們會請有一個presentation 有黎卓濠先生 他是發展部首席 寄村獎 以及劉寶怡女士 在規劃署 講大大嶼山發展的策略 究竟現在官方的構思 想徵訊大家意見的重點有些甚麼 可以有一個presentation 接下來我們會有司馬文先生 有劉慧寧博士 直接會跟我們做一個重點的講解 有關於大嶼山的發展壓力和補育 大嶼山的補育重點 以及跟著有一個presentation 是 這部分呢 剛才打斷了 現在正式再介紹多一次 黎卓濠先生 發展局的首席 代理秘書長 還有劉慧寧女士 現在是蔡學士 總承設蔡學士 兩位會為我們做一個powerpoint的介紹 大概是十幾二十分鐘左右 請兩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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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 大嶼山發展支出委員會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一個討論 研究 就著大嶼山的發展規劃環境 希望平衡和加求發展和保育 大嶼山是成為一個移居 研究業務理商 娛樂務理學 是一個智慧的 以及低碳的社區 大嶼山有一個機場 亦都有港珠澳橋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國際和區域上 一個很重要的門戶 因應這個這麼重要的地理位置 所以就著大嶼山的策略定位 頭一兩個就是大嶼山的國際的運輸 物流和外面書樓 亦都是大嶼山的亞洲地區 一個高增值和國際接軌的 一個服務核心區 長遠來說 跨越2030年 我們都看到在一個中部水域 亦都有一個潛力 做一個策略性的增長區 一個叫做東大嶼都會的計劃 大嶼山亦都有豐富的自然文化資源 是我們香港人的一個 要好好保護珍惜的一個寶藏 如果在空間規劃方面 這張圖就顯示了 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部份 主要其實我們集中的發展 就是在我們的北岸 即是橙色圈的位置 我們叫做北大嶼山的策略性的經濟 和房屋的發展走落 本來在東北大嶼 包括現在的碧智尼的位置 和殷澳車站的位置 就是一個東北大嶼山的活點 是作為一個優夏娛樂和旅入的樞樓 剛才說的中部水域就是東大嶼都會 大部份的大嶼山地康 包括中間的郊野公園和南邊 其實我們的意向都是作為保育的 還有作為一個優夏文化 文綠色的旅入的 建議是要使用一些 已經平成了聖保土地 還有開發一些硬用的 那簡單來說 大嶼山地康就是不同的發展 反面就是保育的 那這些商圖就是集中在北面的主要發展 那大家看到 包括有一個機場 北的商業區 阿邦的地方 一個港珠澳橋的香港肯旺街人工島 也都有東沖的新市鎮 就是紅色的位置 東沖新市鎮放展 也都在東沖新市鎮鎮 也有一個建議的小浩灣的填海 我們都希望 就真是透過很集中在一處的地方 一個交通很便利的位置 做一些大力的發展 就可以增強那個協同效應 也都與此同時 因為我們可以集中發展 也都可以是 給我們有機會是保留 大陸和大嶼山很珍貴的地方 那我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方向 東大嶼都會 我們現在的很多大型項目 包括洪水橋發展 東沖新市鎮的擴展 以至是新界東北的發展 其實都會陸續 在2020至2020年 這段時間陸續會落成 我們再長遠一點 說過我們在2030年之後 香港哪裏位置 是可以有前面做一些策略性的增長區 其實在香港三年前來都研究過 如果在維港以外填海 那哪裏是適合呢 當時都做過一個很詳細的研究 找到我們這個中部水域 就是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位置 其實那個生態敏感度 是相對低一些的 我們香港東面有我們很美的西貢 西面基本上都是重要的海豚的棲植地 而這個中部水域的敏感度比較低些 所以我們建議這個東大嶼東匯 其實它有三個主要的部份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看到這裏橙色跨著最大的交易洲 這個交易洲的位置 其實是最接近這個香港島的 其實它的距離是和港島西是四公里 大概等於大嶼山隧道的距離 所以如果是有一些新的鐵路的距離 其實它可以很方便 就可以去回港島區 所以這個我們那個東大嶼東匯 主要的就是交易洲那裏 如果透過這個這麼優越的位置 我再記意是有一個在深商業區 就是我們現在傳統的在深商業區 就是中環一帶 已經發展了很久了 再長遠來說 它有空間再進一步發展是比較小的 我們近年亦都推出了一個 喜動九龍東 即是在一個觀塘九龍灣一帶 是另一個中心區 但是再長遠一點 就是我們說的是超越030 我們就看到交易洲是有一個潛力的 因為東大嶼都包括有一個喜寧洲 喜寧洲 其實我們都知道那個島上 是有一些很高生態價值的地方 都有香港一個很珍貴的一個蜥蜴品種 所以我們其實就不是建議 在喜寧洲的島上做一些發展的 我們主要是建議喜寧洲 其實現在有一個 一個使用率比較低的 一個是避風塘的 我們建議是填了避風塘 或者是部分作為一個發展的 另外第三個部分 一個東大嶼都會 就是一個門窩 那門窩主要都是用一些 封廢的農地 和一些現在的土地使用效率 比較低的地方 是一個提升 門窩 門窩本身也是一個香陣 是比較適度 提升門窩的發展前 這三個部分合起來 就是東大嶼都會的 透過一個填海造地 其實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可以製造很大片的平底 所以是比我們可以綜合規劃的 是可以引入多些最新的 低碳的發展元素 亦可以多些的回套設施 是一拼這樣規劃的 那這個這麼大規模的發展 其實是還需要很一系列的 可能性研究的 我們也希望透過東大嶼都會 可以滿足到香港 即是長遠來說 無論是住屋 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需要 另外為了我們 雖然地方要做地 但我們也希望減低 開發一些木地的壓力 所以我們也建議可以 善用大嶼山很多的懲教設施 可否透過重整一些懲教設施 就可以減少我們開發一些生土地的壓力 那麼大嶼山的生體 也是適合了一些岩洞的發展 例如是做一些公共的設施 一些污水處理廠 那樣的 有些木材宇宙區 有些人觀、生派、資產 例如在這裏見到 在西面 有很多的衝撥白白圈的西式 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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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面 另外 南面 都是說江原 這裏有些網民藍色的,也是一些現時和建議的海岸公園 大嶼山有七成的土地都是郊爺公園 當中亦有八個具特殊科學界的地點 大部份大嶼山珍貴的生物 其實都是在郊爺公園或海岸公園 或是法定圖則保育有關的地點 而遙護處亦會定期對動植物的物種 還有一些基線的研究 去到文物資源那裏 大嶼山發展是很有長的歷史 尤其是在防禦和宗教方面 現在在島上有五個法定古蹟 亦有數十個已經評級的歷史建築物 以及一些巨考古價值的地點 但除了已經被評級的建築物之外 其實大嶼山的島上也有很多 是一些人民的景觀 一些鄉家的特色 都是很值得我們去保護的 現在比較進行去看南大嶼的生態特色 南大嶼是貝澳 貝澳有一個天然的海岸線 亦有一個濕地的生境 亦有一個重要的生態價值的河溪 在芝麻灣半島也有一個石山門 現在在南大嶼的地方 其實有二千五百公頃的土地 其實都是入了我們一個叫做 南大嶼的分區計劃大江濤 那裏是受到一個保護的 受到管制人員 這裡看到大嶼南大嶼的其他生態的特色 例如水口 水口就是有香港最大的一個沙瓶 它是一個馬蹄蟹的重要的棲息地 剛才提及過西南那邊 就是一個重要的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 南大嶼亦都有很大的歷史特色 除了這個自然生態 剛才提及過大嶼山 有五個花嶼截 其實在南大嶼已經佔了三個 就是包括這個紅色框著那些 就是包括一個石壁的石黑 分流的炮台 以及隔壁的一個叫分流的石圓環 這三個都是法定的古籍來的 有這麼豐富的無論在文化、歷史和自然的資源 在一個這麼豐富的資源下 我們怎樣去做保育呢 我們主要是透過兩個方面 第一就是要加強保育 以及善用資源 希望可以讓更多市民 可以真是去欣賞到 以及享用到 在加強保育方面 第一個很重要的大原則 就是要避免 避免在一些很高生態價值的地方 和周圍的地方 去做一些大營的發展 也要提升交易公園的生態價值 例如種多一些本地的樹種 也要對一些法定的古籍 和其他文物價值的地方 進行一個復收、保護、保育 例如像大澳的酒店 也要繼續推進 建議海岸公園的工作 在善用資源方面 其實大嶼山高生態價值的地方 就像我們一個天然的教室 在休息場所 在我們保育的大前提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發揮教育、康朗 和綠色旅遊的潛力 我們可以搶交的公園 提供多樣化和創新的設施 增加吸引力和教育的價值 也可以透過一些點示面的方法 例如將一些具歷史文物價值的地方 串連成一個歷史的文物區 也可以彰顯到它的價值 讓市民更加認識我們的歷史 以下的例子 看看如何可以加強保育 這裡有東沖河的歷史 其實近年政府都很大力推廣 在我們做一個排水改善工程的時候 都做了一個活化水體的意念 我們現在建議 因為東沖河的部分 有些人工的河段 我們想將人工的河段 恢復回到自然的生態 亦透過一個東沖河的改善 都可以將東沖河上流和下流 將自然的生態更加聯繫起來 我們都知道生態方面 都有一個連貫性 對生態的棲息地是非常重要的 與此同時 其實東沖河的兩邊 我們都建議有一個叫做 東沖河的公園 一個是生物多人化的公園 當這個計劃完成了 其實它有一個多功能 一方面它有一個排行的功能 另外也是可以加強它的生態價值 亦都可以讓市民去做一些康樂活動 去散步、休閒 這是另一個例子 當我們發展的時候 無可避免就要排污 當一個網瓶360 和它相關的油項目跡在用後 排污 我們透過一個叫做網瓶污水處理廠的處理 這個就是香港第一個污水處理廠 是扶設了一個再造水 和三級的污水處理廠的 透過這個高科技 它可以令到排污、排水減少 排出來的水都是更乾淨一點 另外下面一幅圖是一個煤窩銀河 煤窩銀河其實都做了一些改善工程 這個銀河也是需要減少水浸的風險 同時當它做改善工程的時候 其實它將這個河床和河的兩岸 都盡量模仿原本大自然的生態 透過這個做法、這個設計 就可以保存這個河島 被一些自然的生物棲息 這張圖顯示一些新的海岸公園建議 主要都是保護中華華海群 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生態景地 有多個海洋公園已經建議了 大小莫都的海洋公園 大嶼山、西南的海洋公園 和索布貧島的海洋公園 現在沿湖處都是陸續 就連這些公園都在進行 有些是在做資訊 亦都在繼續推進 另外我們剛才提及 在北岸或中部水域都有些田海的建議 我們做田口的時候 首先要盡量避免 觸及一些天然的海岸線 和當我們建議新的田口的時候 亦都會引入一些生態海岸線的設計 最後關於環保 我們都想說一些綠色環保措施 如果開頭說的話 我們是一個圓景 就是希望大嶼山 成為一個低碳和智慧的社區 在我們未來的新發展 我們都盡量引入多些藍綠設計的概念 做多些綠色的基礎設施 例如剛才說的一些 集中的廢物處理 一些是用稿水處理的方面 可以用多些再造水 也盡量在一個佈空間的佈局 以及建築物的設計 都是做到低碳減排的 在綁肥育方面 剛才說了很多家庭保育 去到善用資源方面 我們有三個概念建議 在最上的那個 就是現在有一條叫東澳古道 就是將由東沖 就是經過沙漏灣、深屋等地 去到大澳 這裏就可以形成一個叫做 西北大嶼的文化和自然報導 可以透過一些檢視面的方法 將它更加好的串連 都可以加一些展示板 多一些標示 可以吸引更多的香港市民 在那裏欣賞和消閒 另外在中間的位置 就是鹿湖江山 我們大嶼山有五大嵐林 鹿湖江山就是兩大嵐林 我們建議在一個嵐林保育區 可以彰顯一些嵐林的文物價值 我們希望保留那裏的寧靜 優雅的氛圍 另外南岸就是大嶼山 有一個很長的天然的韓南線 這裏有一個生態保育 康樂和綠色旅遊 那些朋友都問什麽是綠色旅遊 我們綠色旅遊 就是要可持續發展 要著重生態 亦都不能影響到 即當地的特色 這裏有些例子 就是一些香港好像前面 都未有真正的生態旅社 我們南岸有否一個位置 是適合可以做一些 和環境相融合的生態旅社 索古頻道 索古頻道其實以前是一個 南岸營 其實一部份土地已經平整了 可不可以利用一些已經平整的土地 做一些度假設施呢 最後就是想說回 剛才有些大型的項目 都需要有些大型的 策略性的交通運輸基建配合的 長遠來說 我們希望可以形成一條 新界西北 經過大嶼山 東大嶼都會 去回一個市區的 策略性的交通基建 這個是會以比較環保的鐵路 作為一個集體運輸系統的 不過當然要附近一個道路 現在一個走廊其實有部份 已經是進行中的 因為其中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鐵門柴立港連接線的 那我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謝謝劉武怡女士 謝謝 現在請麗塑浦先生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超過了15分鐘 那可不可以 你盡量精簡一點 好嗎 好 應該這部分是輕鬆一點的 因為我首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康樂旅遊的發展建議 現在不少的市民都希望可以 有更多多元化的康樂旅遊設施 讓大家可以除了消費購物之外 也有更多的家人去處 所以我們就認為大雅魚山 可以塑造為一個多姿多彩的康樂旅遊 在運行保育的需要和尊重自然的資源的前提之下 就去到創造和結合一些新的和現有的景點 令它達至一個協同的效應 令到更多的市民和遊人 可以跟上和享用到大雅魚山美好的一面好 那我們的初步建議 就是那個區的大江有五個主題 和將大雅魚山規伐為14個康樂旅遊的地點 為了加強遊人的遊玩體驗 我們就建議在地點之間 建議提供一些體驗性的交通連結的安排 包括一些水上的連結 包括一些水上的士 空中的連結就是可以在一些藍車或索道 而陸上的連結就是單車徑 一些觀光巴士 亦可以考慮一些陸式陸徑、家陸徑、樹徑 我們五個康樂旅遊發展的主題 包括在這個slide裡提到 康樂日和野外活動、品味享樂 意思就是購物美食 一些有閒的活動 可以考慮一些陸徑、島家村、水寮等 而文化、歷史、生界等類的旅遊 這張圖主要顯示14個康樂旅遊地點 由於大嶼山現在的主要交通基建 包括道路和鐵路 集中在北岸 所以我們的規劃建議 將一些比較大型的康樂旅遊設施 集中在北大嶼和東北大嶼 配合這些設施對加空基建的需求 而由於南大嶼 自然和文化歷史的資源相對豐富 不正如剛才規劃處同時提及保育的概念 我們加強在保育的同時 考慮如何善用這些寶貴的資源 所以我們建議設施的類型和規模 因應附近的環境和特色互相配合 只是建議一些 發展食道的休閒和康樂設施 我們很快地介紹14個康樂旅遊 雖然不是在那裡 在欣賦那邊 欣賦現在是大嶼山的門狼 加上我們剛才介紹過計劃的欣賦鐵海 這個地方是可以進行發展的類型和康樂設施 可以考慮一些建議 在一些主題式的休閒和園落區 可以在一些角色扮演的職業教育場館 即是青少年的室內探險樂園 或者一些遊艇的停泊區 航空城最主要是包括機場島 我們現在講的主要大橋 香港法案人工島和東沖新時鎮這邊 這邊的規格比較成熟 主要是一些商場、餐飲、酒店、會議旅遊 那邊也有規格了一個遊艇的停泊文化處 那應該可以考慮一些國際及的一些領域場 大小熊灣那邊那個地方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豐富的臨地生態 那我們就建議考慮可以在小熊灣那邊 持有一些創新的生態旅遊熱點 例如一些地標識的證明園 再調合現在大庫的十斗城地的生態 可以提供一個生態的旅遊中心 而大東山方面 都是一個比較吸引的 一個日體一出入路的觀景地點 觀星地點 但是大東山都可能繼續乘運 明天就比較容易 因為上去800米高 那個大東山都比較有行力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建議考慮會不會是 做一些藍車的索度 增強可達性 方便一些 體力不夠高的人 可以都有機會上去 大東山都可以上去的景色 煤窩呢 煤窩就 在我們初步建議 可以考慮一些多元化的活動 包括一些戶外的太平樂園 水上樂園 而煤窩也是比較歷史悠久的 亦都可以考慮是 設立一個大嶼山的歷史博物館 東聰谷呢 其實是文化資產的香膠 所以適合文化歷史為主體的一個地點 建議可以考慮是 其實 剛才提到的 就是 那個 一個寧靜環境的 所以我們建議維持 現在 小林火獄區的現有狀況 提供有限度的小收入 大澳方面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我們現在在研究中 在一個 鎖窩式科目的研究 就是 看看能不能把昂平的藍車 延伸到大澳 如果發覺是可行 其實我們都可以為題下 提供一個更多的旅程的選擇 當然就是說 我們研究裡面也要看看 有沒有空間去 加多一些的 吸引 一些的設施 例如會不會有些 動態的零收活動 一些的 體驗香膠生活的一些 會奧和芝麻灣 可以考慮 提供一些水上活動 其實都有的 我們提供了加強水上活動的中心 長傘方面的活動 現在都在玩 也可以利用芝麻灣那邊 做一些極彈活動 除了一些彈石 而水口那邊 現在都有一個天然的海運線 我們知識到 那邊其實有很多 多種類別的生態的 激情失色地 我們建議在影響 那個海運線 現在的生態環境之下 考慮一些設施 例如都是 這邊都是 那些馬長傘 玩的人 都是各國的角點 即是各國的角點 即是各國的角點 可以設施 會光基人 可以設施 玩這件事 或者是動物農莊 或者是露營地點 都可以考慮 或者是可以 走開時間 好 好 長沙 所問的主招 就說 我們想拍一遍發展 一些照片 黃蕭鹹大村 就是利用那個沙灘 和洋人 休息的環境 分流方面 主招現在炮台 整個人在這裏 所以建議一些簡單的 就是一些探索的 露營地點 一些湖外的活動 或者是鹹山建築 讓市民可以體驗下街的生活 剛才說的 主要是一些初步建議 需要一些可行性的 平台股 我們都不是說要全部做完 剛才都差不多有了50項 即是如果全部數完的 50項 也不是全部要做完 在規模方面 我們都要去研究 亦都歡迎 聽大家的不同的意見 甚至創新的意見 我們都歡迎 社會發展策略方面 我們主要都看過 現在的情況 現在發展情況 基本上 情況都是滿意的 而我們都見到 未來新增的人口 和發展 最主要是 我們所有建議 都集中在東涌 和大嶼山的北面 而那邊都會是 增加大量 多元化的工作機會 應該就可以吸引到 東涌的新市鎮 各方面 大嶼山其他區居民 是能夠原區就業的 但是我們都預料到 將來新增的職位 都是比地區的勞動人口多 所以在社會策略中 要考慮 如何增加人力資源 所以策略方面 我們主要三個標 一個就是 集中人才在大嶼山工作 和居住 透過我們建議改善 延後的社區 優化設施設計 可以營造一個現代化的低碳優質 和一個智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亦都建議增加電動類的教育設施 服務 吸引有子女的家庭 是來到大嶼山居住 原區就業 亦都可以設立一些 和大嶼山有這樣的關係的 培訓中心 或者教育知識 和飛機行業的服務 或者內收 那類的培訓都可以 亦都預計大嶼山的 比較有多年青人居住的地方 亦都建議要增強在支援 支援、清日和油和服務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們聽到很深刻 亦都說 需要適當地為區內外的交通 提供改善電路市民 提供回大嶼山 另外就是 顧及那個鄉郊地區的需要 提供那方面的公共設施之要 希望在那些鄉郊地方 可以享受發展的成果 改善居住的環境 這個圖主族是一個 很古概念的發展時序 簡單而言 剛才提到的董大宇都會 就是香港是一個很長遠的發展 我認為是2030年後的 一個循環發展的項目 而其餘那些都是中短期的 有些是地區改善措施 也有些是中期的輕盛填海 譬如隱藏陰露 或是無關的分類 當然我們現在的咨詢期 我們希望聽到的意見之後 再整理這些資料 下部我們會寄給一個 大嶼山機的發展南圖 去訂定哪些項目是進行的 以及實施的概率的時間表 我的介紹有這麼多 其實今天歡迎大家的意見 到最後可以在這個網頁 都是大公頁給我們 不要緊緊 再加多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的時間是overrun 已經是25分鐘左右 所以我往下的時間 可能要請大家精簡一點 以下有兩位朋友 會做一個他專題的介紹 原本時間是每一位有十分鐘 但我可不可以要求他 以下用七分鐘之內 可不可以省一點時間 好嗎 第一位是司馬文先生 是創建香港行政總裁 請司馬文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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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電影 我们们的分销 here rising in one room so if you can give ourselves an applause for that dar Ing俊华总统的 denominator we've written to the Lantau Advisory Committee Alan House will be aware of the legislation that it got from the Green Groups to say here can we part of the group but I don don't think we'll ever invited to be part of that group It's unfortunate because this means that some of the ideas up here it being very well discussed already but anyway it's a good start at least we start today by having a discussion between groups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 and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is the largest development is basically in developed interest as well so we are trying to start with that discussion so that's good and I'm just gonna raise a few points today first of all this chart some of you being to my previous presentation this up to 1850 we've Everdean,Hunggong,Tai 直到1997 它是Victoria Harbour 然後在100年後 它是在Pill River Delta 我認為你必須要留意 當我們談論 在Hong Kong 和在Hong Kong 我不會說 另一方或另一方 但壓力是在這裏 這個發展 在Pill River Delta 它是真實的 它是現實的 這問題是 如何是香港 是在這裏 人們說發展 這是他們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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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的遊戲 這是他們的畫面 這是他們的畫面 我們會有很多 對香港和 Pill River Delta 我們需要這些 我們只有一些 我們只有一些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 中國人的 另一方向 我們只有一些 所以我們只有一些 我們只有一些 鐵路 能達成 我們應該要 得到 很自由 但它的另一方是另一位 但那是另一位 這次的重點 如果我們看到了重點重點 香港呢 他們在做什麼 這個黃 river delta 黑白的 但有這些重點 都寫到這個重點 從一個公視的觀看 這是有一個重點的重點 在加上的國民遊 估值的 species 那些像是有些地域的地方 但廣泛的棉林坛是不新的 这个是叫做的 《Rose Garden的建设》 这是一个模特的模特 有一个摄像 我能告诉你谁 他还能够在他手上 这模特的模特 是一个1980的模特设 here's the airport you see the development that was planned on the flat land that is in Lantau just notice the topography there's very little flat land to build on it's kind of like the Hong Kong story we built on reclamation because we're mountainous Hong Kong either had no land, or Lantau has no land The metropolis up there sitting there, between Kennedy Town Green Island, you can see that Green Island, it's all the way on the top The little bit you see coming out there It's Green Island So this is Sunshine Island This whole thing, the Metropolis idea is not new But Disneyland Be built now here They've been promised a free view So this island can't be built there And now they're looking for other options So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For Lan Tao is not a new concept It's been out there in the drawing box And once in a while it comes out So in the end The Brits had no money To do all of this Until Tiananmen Square happened And then the Brits put together a bit money For one thing, and that was the airport So the airport happened But the rest of the plan didn't happen The outline zoning plan for Lan Tao Still looks like this And you may wonder what that is The funky piece of land That's the replacement port That one had in mind So we could either expand On the Khoai Ching And Khoai Chung area Or as some people may think Now replace Khoai Chung So we can build housing there And then we can have something here Although this plan is no longer feasible Because we have built Disney And we're not promising them a cargo terminal And we're from Disney So this is going to be changed So this gives you a bit of scope First Lan Tao concept plan 2004 Item 1 On the list of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The need for preserving high quality natural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heritage site Number 1 planning consideration And this was the plan that came out And we're not going to go into the details And you can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And you won't give me the time for that anyway Exactly 6 minutes So through 2007 So it's speed up The plan developed a bit further A bit more kind of like We put some tourism on the south side But there is still no big real plan here And now we've got 2016 And we've started to get much bigger In terms of plan And it's been already identified to you What the things ar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I don't think that tourism plans Have been very well thought through We don't fly paragliders in Xiu Hao That's a beach We fly paragliders in the mountain And we fly down Made land on Xiu Hao So there are some stuff in there That don't make a lot of sense But that's so be it There's a list of ideas What I also don't understand Is why we would have a cable car here If we already have a cable car there Why can't we leave Here we've got the cable car Why don't we leave that there Then why do we need another one at Sunset Peak To any whole islands in Disneyland We don't need it To balance development One peak for the mass tourists The other peak for the ones that want to hike I think we can be a bit more balanced about these things Conservation We have other conservation speakers coming up But we are still a CMP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Hong Kong Grey is green Pink is concrete And the green belt is yellow But at least you can see how South Long Tower The whole of Long Tower fits into the sky The whole team of things in Hong Kong as it is today This is the representation by Lanthew authorization by the Lans Planning Department For the same Pictures of what Lans Tower all really looks like And what it still looks like today Now I'm gonna go into And these runs are on the way They're already doing their work They're already working hard So let me just pick a couple of threats The enclaves So these are pieces of private land Sit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park One of the biggest ones Is of course at Yion And there's some other areas here This are all that had no protection And we're gonna get some protection But not a lot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They're not being taken into the country park And as a result You can always go back and change the plan And we're gonna put housing on there Or a la development These developments are of course planned Some of the reclamations on the west side The problem that I really have with this Is that It's kind of like Okay I'll put a little bit here and a little bit there I don't know whether we're trying to get past The green groups with little bits at a time And then what is the result And if you do it this way The result is gonna be a bit like what we have now Where's Kowloon where we keep adding roadways over roadways This is the central Kowloon route Being coming out here in the future And all of how that all is gonna connect here The footprint of roadways in the In Kowloon reclamation Which is the triangle with west Kowloon up to Tai Kok Choy The Lan Chi Kok basically all the way in the corner So if you go there now Only the majority of that space is taken up by road Once in a while they find the building stuck between the roads But otherwise I mean we don't have a good urban plan And I'm afraid we're gonna get the same scenario With Northbound town We already see it happening With a massive roadway We're gonna get some bubbles on the side We're gonna have flyovers to link back into that road We're creating a massive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not going to be necessarily a very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anybody Another issue to keep in mind When they have that whole list of development for tourism This is just a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a green belt This is the Comfrey Park boundary And then in the land sales conditions These guys have to do slope maintenance And you see the extension into the Comfrey Park So take that list, the tourism list And for each of them ask what are the slope work implications What are the road design implications And for each of the road what are the slope work implications So it's nice to ask people Do you want paragliding a shoe hall? But you're not telling them this You're gonna tell them this after the whole community has agreed What the paragliding facilities are gonna be And where people are gonna be in the swimming pool And so on But you haven't told them this You haven't told them how much you're gonna destroy So it's not showing the footprint There's an unfair asking question about What would you want to have You should show this first Before you start asking people what they want to have And be getting more excited And we're getting more excited The next thing The next thing Big issue Big issue Big issue Is spillover We know that stuff spills over And as long as there's no road Nothing much is gonna happen And as long as there's no building Lots of people are living They're gonna spend money on car parking Or spend money on storage Or spending money on repairs Not what's gonna happen But the moment I put a massive building here As we did since July These things start happening Because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private land That is ruled Is gonna go up dramatically And government has no way of stopping it I mean we try to stop it We try to point it out all the way My big boy There's no right Num why The guys are filling in the salt pan SSSI With a coastal protection area Plenty of fir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I was gonna say shit about it But that's not an appropriate word So I won't use that word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So this is the problem Spillovers Unless And we're gonna get this Tung Chung Or this is only Tung Chung I'm competing at Yulong South But all of this stuff is gonna happen It's already happening in Tung Chung And we have no control So we have areas in the control And the country park ordinance We have areas in the control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d we can overlay them And we can look at Lao Tau What's green is country park What is red and what is purple Has no control under any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 No control Any private landowner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do So I'm gonna put a huge facility here What's gonna happen to the rest of the land You can see that in places like Puyo We cannot stop spillover Unless government changes the law Before they start doing anyth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Lanta The law needs to be changed Very simple Cap 31 section 22 And a few words Unless otherwise direc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Because what it says right now is you cannot do a DPA When there is already no ZEPI But why can't we do that For rural areas And go back and do a DPA So we can contro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Does you cross anything Your only enemies are gonna be the hungry cook So what But you know The only thing is The developers were worried about this Because they thought you're gonna do this then in urban areas So yeah Building ordinance and land leases And planning control over their land They don't want that So can we please do this for the rural areas Very simple change Do it and protect land town Change the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Oh sorry Does it say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Oh yeah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still Land owners who fail to prevent It's that right now They gotta find the guy and see him doing this How stupid is that Just make the land owner responsible Maintain, safeguard, protect your l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land owner Right now The way you call them up It's done Who did it?Did you see it? No I didn't see it No I can't do anything It's here Maybe you take a photograph then Exactly I just got a message from somebody He said Oh the guy who saw it Does not want to come forward He doesn't want to get killed He lives in the village Okay The last change in the law that we meet The third one Change the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Why is dinner Wasting, dumping And centered from getting And giving your permits Delete the exemption It was the hungry cook to push for this And the developers Protect our land Three small changes in the law If you want to If you want a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longside or land how We need protection Capability to the government to actually control that Tungtung river park proposal I'm just going to go very briefly The shape of the nature park that we want is this shape Not w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do It's just a little bit of concrete here That they want to turn into a nature park We want to take the whole thing in a nature park What the government is saying Go quickly back I'll make this coastal protected area You should be happy I'll make this CA You should be happy I'm not Because it's still private land It's still all private land What are these guys going to do You have no way to control what they do with their land Unless you take it from them Pay for it And manage it Manage it as a park Pay resumption Buy it Buy the rest of the land For housing Why don't you buy this piece of land For a park Simple And then we can maintain it Property manage it It's going to be nice And it can sit nice alongside it So you can properly control it Don't develop unless you can control it And control it By the way for a lot of money We calculate about $400 million Um Marine Park You're going to deal with that I'm going to leave it For WF to do We're going to save you on Tower Alliance You know how to find it And you know how to find us Thank you Alright 好,剛才封建司馬文先生意證延遲的說法 一直都沒有勇氣,限制拍攝時間 用了十幾分鐘 現在我們請下一位朋友 講完之後應該是第一節時間 就沒有了討論時間 不過也不要緊,我們繼續請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的劉慧寧博士 簡介他有分了大衣生的保育重點 然後我們看看如何可以偷一些時間 給我們第一節的討論 或者劉博士可以儘量幫幫忙征鑑師 好嗎?謝謝 大家好,主持著我盡大就快點說了 其實我今天想說關於大嶼山的保育重點 原來香港這麼小的地方有這麼密集的人口 我們的生物多樣性在國際上都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位處在國際已知的生物多樣性重點地區 就叫做印眠的生物多樣性重點地區 不單止是這樣的,雖然我們地方小 原來香港裏面有四個關鍵的生物多樣性地區 而大嶼山和隆近的島嶼 就是其中一個關鍵的生物多樣性地區 一個keybow diversity area 而保護生物多樣性其實不關乎 不單止是說我們要保護動靜物、蝴蝶、青蛙 其實現在國際上已經認知我們要保護生物多樣性 其實與可持續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在去年九月的時候有一個高峰會舉辦 聯合高峰會講生物多的可持續發展 裡面最終一些與會的國家都容許了有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而其中兩個分別是說需要保護我們的海人環境 另外一個就是保護我們的陸上環境 見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其實是與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的 亦套用在大嶼山發展的計劃裡面 我們所希望的發展當然是可持續發展 變成不可以將可持續發展排除之外 而大嶼山有很多重要的生景、物著、物著、物著、地點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很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當然的 其實可以看左邊的報告 這個就是Green Lental Association 綠色大嶼山協會所出的一個報告 當然大嶼山也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已經是在教育公園裡面 所以那些相對來說保育都相關充足 所以我們覺得未來的保育重點 就是要放單在家居公園那裡的地方 或者大嶼山周邊的水域 雖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在家居公園裡面 但是其實家居公園裡面 有一些生態環境 很多時候是在家居公園裡面找不到的 家居公園通常都會在一些比較陡峭的山坡 或者是我們的雜水區等等 但是一些比較低或者平潤的地方 好像一些低地的河流 淡水沼澤或者風水林 這些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公園的範圍 而這些譬如在大豪、貝澳、大澳、梅鍋、東沖、深屋等的地方 而這裡裡面很多都是一些私人的土地 所以怎樣在私人土地製造保育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香港也有一些很特別的物種 我們叫做香港的特有種 其餘世界的地方都找不到的 只是香港才有的 好像這隻爐士小樹蛙 其實在香港來說都是在四個島上找到的 包括赤立國 雖然赤立國是機場 但是在南邊的山仔 山腳那裡還有一點數量是在那裡的 另外在大嶼山的分布都挺廣的 通常在一些山谷、平地、有些漂亮的林 好水源的地方都有他們的生活 另外兩個島是在南丫島和蒲台島 另外有一種很特別的色役 叫做寶氏雙竹式 其實它看不到東西的 因為它大長時間在地底的生活 眼都退化了 手腳亦都退化了 為什麼叫雙竹式呢 原來雄性的這種色役 在它的後腳退化到 兩個小小的後腳在那裡 但如果是癡性的話 最後一對後腳都退化了 這種色役就是在大嶼山附近的 三個小島就在那裡 斯文島 它有石灰洲、喜寧洲和洲宮島 而剛才說過 大嶼山的海藥保養 應該是我們將來的重點 看看現在的大嶼山的情況 我們在大嶼山北面 有沙洲和喜寧洲一個海藥公園 就是保護中華白海團 但看看原來也有幾個海藥公園 是計劃當中的 好像有大師婆都這個海藥公園 為什麼會建這個海藥公園 就是因為我們在 建廣珠澳大橋人工島的時候 有田台營的中華白海團 所以作為一個賠償 就在這個海藥公園 但這個海藥公園 預計是2016年 就是今年或明年才會建廣珠澳 第三條跑到的確建 機場三海的海藥公園 但這是2023年 去年一個大使 我們終於叫到政府 為中華白海團 建多了兩個海藥公園 就是西南大嶼山和索浦群島 這兩個海藥公園希望在2017年會建 另外因為在這個世界之後會建墳化路 變成墳化路的海藥公園會稍後來建 在這裏 原來在這裏 原來在這裏 也有不少海域都會建建 海藥公園 但要看有甚麼空 有甚麼 gaps 有甚麼是未做的呢 深粉紅色的地方 就是中華白團的主要車色地 這裏已經有一個保護了 在這裏西南大嶼山 就保護了某一部分的主要車色地 但還有一個更加緊要的 就是西大嶼山 在大澳二澳一帶 那個主要車色地 不知為何還未保護 而我們知道中華白海團 過往十多年 在香港出沒的數字 已經跌了六成 所以我們覺得有需要 很快地步回西部水域 大嶼山西部水域 做一個海岸公園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也知道 很多大嶼山附近的海岸 都是重要的 好像水口那個很大的泥灘 朝間大的生物相當豐富 香港大學生有做過研究 已經出了一個報告 也包括了馬蹄蟹 另外在山頭 北面山頭 東沖灣 大嶼灣 這些都是已知很重要的 但也都是未受保護的 而大嶼山發展計劃 剛才發展局和規劃處的朋友都說了 主要的大嶼基建 其實就避開了這些 保育的重要地點 這個都相當不錯 但是我們擔心 將來的交通網絡 會帶來的間接影響 已經有意見 就說 由北大嶼山 去到南大嶼山 其實道路 現在是管制的 駕車是普通人 沒有駕駛 沒有駕駛 可以駕駛南大嶼 但已經有一個 開始實施了少少少放寬交通限制 我們擔心 如果將來繼續放寬的話 可以駕駛車直落南大嶼的話 就會對南大嶼帶來翻天風景的影響 另外 東大嶼都會比較長的計劃 如果真的照計劃 這樣想的話 可能會有路駁到很多 亦都可以在市區駕駛到南大嶼 駕駛到南大嶼會帶來什麼問題 所以剛才Paul也說了 南大嶼裏面很多的私人土地 其實規劃上面有一個大流動 基本上私人土地 我們要填濕地堆泥 政府完全就沒法 這便是貝澳現在發生的情況 昨天也跟大嶼山居民朋友聊過 最近幾年情況越來越嚴重 怎樣去保佑私人土地 我覺得將來大嶼山所面對的 一個比較大的需要思考多點地方 政府一定擔當重要的角色 用甚麼方法呢 修地或換地當然要牽涉很多資源 或在其他地方保護私人土地 有其他方法會否公私合作 或管理協議 其實政府也有一個重要角色 或現在在新界民資窩 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計劃 有很多團體包括大學 跟當地村民業主一起合作 將整個荔枝窩的地方 再做一個農業復姦 或鄉村社區再營造的計劃 在大嶼山我們也可以做類似的事 可以融合農業、鄉家文化、 生態旅遊在一起 但這個難度相當大 因為不僅要政府的政策 甚至無資源去支持 另外要當地的社區 亦要投入才可以做到一件事 好 我的報告是做到這裏 謝謝劉博士 我們可以展開第一個會合公判討論時 請施馬雲先生、劉博士、黎卓豪先生、 林聖龍先生、張以薇代理處長 可以坐在前面的位置 一起進行討論 我們這個討論 我們盡量給回30分鐘 我們現在大會正在研究 香港的常理主觀人員 輕輕可以extend到會少許時間 因為始終是一個大家討論的機會 我們都可以壓縮這方面的時間 好 請就說 好了 我們這個第一部份的討論 有些甚麼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這個發展計劃和現行的規例 能否有效地限制藍大魚 一些沒有秩序的發展 保育當地的自然環境和物種 包括海洋公園、海洋公園 以及生活多用化等等 現在計劃裏面有否保育政策呢 相關部門有否對藍大魚 規劃完整的交通策略呢 有否更嚴格的交通管制等等 或者剛才兩位講者 看出來的一些挑戰 我們有甚麼回應 其實可以多幫助台下報論 OK Ten winters I'm Chairman Chen East, well, as the name... Thank you Dr. La As the name East... As the name East Gentile Metropolis implies the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e east landhouse in the east landhouse to turn the rural area into an urban area and secondly,how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white-bally sea world and rock worl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知道 政府的 Farmers 都展开山 现在就知道 南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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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这将会影响在美国的历史上 中美国的历史南达南达 committed the cross-water travel from China to the rural area of Hong Kong and we have seen numerous instances this kind of tourist spot is often severely polluted and there's a lot of traction and damage OK,謝謝 請我們聽兩位朋友的意見 各位好,影火蟲報警會,麥曉芳 我們從2010年開始在達嶼山之夢幻本 成立一個影火蟲的部門和一個影火蟲的部門基地 其實想說些甚麼呢 其實我們在這五年六年裡的時間 我們一直針對藍大園裡的一些生態 做了很多關於物業的工作 其實我們會看到現在政府他們 將會做一些政策甚至一些發展規劃 完全是將會破壞在裡面的自然生態的案例 或者多講一點給大家一個背景資料 其實我們的位置就是 下面有一條大浪村那裡 其實那條大浪村是剛才的劉鶴市 我講過他們是一條生態村村 其實那裡包含著的生物多人性也好 或者是動物 比如說 剛才你們看第一個的牌坑裡面所講的一些 比如說 Bound fish are 即是海鵰 還有的是白鵬海鵬 還有是海龜 還有阿特牌 這些全部都會在那個地域上面可以看到 找得到 那麼也多在裡面 我做的研究裡面 在裡面有一種香港受發現的品種營火蟲 還有它是全球附有的營火蟲 在那裡邊有的 那在裡面其實政府是需要去擔當著一個角色 就是要它怎樣去好好規劃裡面的自然性生態資源 其中一樣有日本學習的就是 做的是由民間去怎樣去管理裡面的生態資源的知識 就是簡單一句做一個保育中心 做一個好像米歐的地理界別的保育中心 因為我們這條村裡面我覺得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本身在裡面的村民都是他們很強 有一個保育的信息在裡面 那在裡面其實 最深入去講的就是 一路多講說怎樣去發展或者規劃 有很多一些可能大家聽完 說水料中心或者是一些生態類型 其實在裡面也都是要講出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在做任何的這些關於生態的 因為在裡面其實在香港的歷史裡面 有10年我給大家一個小小的背景資料 但是報告然會理它以前我們做的統計在10年之前 我們在那裡可以記錄到 接近有80隻鹽拖蟲 的數量在那條沿著那條水的溪間裡面可以有 但是為什麼是因為現在15年的數據 我告訴大家那條水間裡面只有15隻以下的數量的鹽拖蟲 有時候會是生態遊或者是很多一些旅遊活動 這些的監管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400人去鏟上去這個大布甲那裡 裡面的生態 裡面周圍的草叢 青苔的石 這些完全就是靈活蟲裡細節的環境 其實監管是非常重要 政府應該是要擔當著一個角色去管理 我用回日本 因為我在日本的經驗都比較多 不如我們一分鐘再講 一分鐘 就是政府是需要去跟民間的保育團體 接著就是去跟一些 譬如說那裡的一些地主 接著也是要加入很多的一些 譬如說政府擔當著一個領頭的角色去分配這些領導的作用 因為我在日本的實例就是 政府去提供資源去做一個營火重管 營火重管是一個平台 而平台這裡裡面的運作不是本身政府的 是屬於民間的 那是透過以民間來做一個的主導 這個是我希望政府在未來的發展條件上面去思考一下 謝謝你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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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記者採訪這個案 亦是有大會的選舉 那些所有Footing都會放上網 如果大家發言的時候 不想有陸景的時候 就要自己注意 好嗎 好嗎 大家好 我是綠色動物協會的歐鳳蓮 其實我很簡單的問題就是兩個 希望待會劉儀先生和劉瑋士都可以回應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身邊有一些環保人士 其實他在梅窩的倭田村裡面是做一些耕作的工作 其實這兩年隨著有少少的聲音 是大家明白到梅窩可能有一些 接下來會有一些發展 其實他已經反映給我聽他很憂慮 第一就是路會不會是開放給其他人士 可以很容易駕到車進入 其實這個我相信在座那麼多位都是因為智者 其實當有路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擔心破壞問題會很嚴重 其實現在正正在梅窩、倭田村裡 其實都已經有一些 我們覺得是疑似先破壞後建設的一些事情發生著 但是當然這些我們都需要多做工作 多做觀察再作出 正正我們好像以前在西貢的馬立村裡面 做一些向園護署的投訴 但我們都要搜集很多的 很多時候拿一些證據 但我也是希望再反映一下 就是怎樣可以破壞一些 先破壞後建設的情況出現呢 在我們做這個規劃的時間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呢 那我想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各位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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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ctually have just very very short simple questions.It's more about a math issue, you know the numbers that are on here for the scal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jobs added now I've crunched some numbers on this in the past and you know from what I'm seeing on the population level for at least for the long term possibility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would be added potentially to Lantau Island is about equal to Hong Kong entire population increase in that period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jobs the number of jobs that it seems would be added here well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contradiction because also because over this period Hong Kong's labor forces project projected to fall so I guess my question is where are the people coming from and where are the jobs coming from 好 那不如我們留期時間給台上的朋友所謂作一個回應 好嗎? 有時間我們再第二輪吧不過我相信都應該夠講的了 整體環保工作例如是營火蟲和這個生態先破壞後見遷 還有整體人的增長和工作何來這個情況 好 麗先生我先說吧 好 我相信的持續 旅遊那裏呢 其實我們現在在南大嶼建議的學部 雖然那張圖見到超多也沒有 但是如果你要細心看回我們建議的那些 其實那個規模其實我們都未定甚至那個地點 實際那個地點都未定 當然我們那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進一步做的時候 就是要儘量避免一些生態敏感度高的 雖然我們提到在水口例 有一個建議可以考慮一個獨民農莊 當然你的想法就是想做一個獨民農莊是什麽呢 就是希望有一個地方有溫馴的獨民 讓我們香港的市民可以去大嶼山的時候 都可以 不是中一個獨棟的那種 而是可以讓 你聽到我相信 不是中一個獨棟的那種 而是讓那些市民可以 可以在多一個地方可以接觸到這些東西 是這樣的構思 但是這些東西呢 我們不是說要放在一些 譬如說我們會奧 原來那個河岸那個 那個塔利坦那裏有很多生態敏感的地方 我們不是放在那裏 我們會不會找到一個地方 例如在那個河南路的北面的地方 是可以有些新 即不是新泰文根不高的地方 可以是用來這些 舉這些例子 即是我們那個構思是 希望是做一些這樣的設施 譬如說水上活動中心 其實在貝澳都已經有一些這樣的設施 不過我們看的就是 其實如果我們再做多一點 在這方面加強 會不會令到香港市民來到南大園的時候 可以更加是可以善用到那個 現在由貝澳到長沙這個沙沙做一些水上活動呢 那個出發點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怎樣去做 怎樣去避免 即是長生去避免對任何有生態敏感的地方的影響呢 我想這個下一步 我們是可以 甚至乎是說 和一些環保的團體 大家怎樣合作 去怎樣的商談去詳細做 至於那個擔心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 會不會是做了些事情 吸引了很多人來 其實現在我們說的 剛才有個朋友提到 我們那個漁南 現在我們都是受著那個封閉道路的影響 即是現在我們去漁南都是要申請那個叫做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很輕微的 即是我們也考慮了那個評估的那個 那個的影響 有一個很輕微的一個的額 是給香港的市民可以申請 在例如 私家車來說 在星期一至五晚非家人的時候 現在是第一家的二十五輛車了 那麼我們評估過 其實那二十五輛車 這二十五輛車來到漁南 對漁南的環境 對付生態 不會有造成的影響 都不會對當地居民的影響 或者實在做到任何影響 那推出之後其實都受歡迎 我們都聽不到有些什麼的 又說因為那二十五輛車 而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想這個繼續下去 我們其實現在都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一位朋友會擔心 我們會不會是將 將來會全面 將那個 那個的 封閉度 這個本制 這個制度 是完全沒有 我們沒有摸這個計劃的 那至於提及那個 那個 正說炎火蟲 協會 那位朋友提過 我很歡迎你剛才的意見 我相信將來和民間 其實當時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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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提及的 民間 或者和DNGO 合作 去 在生態的管理 各方面 工作可不可以再 再做呢 剛才也有提及的例子 我相信 都將來可以 有一個 這個意見 我們將來去 去推展的時候 將來在大嶼山 那個的生態 的工作 可以怎樣去再做呢 我相信這個 一定可以和大家 再詳細 那個討論 那個合作空間 至於那個 東大嶼 或者出現 公公隊 劉山巡 可以和一間交易 推出 第二個環節 到東大嶼 至於那個人頭 那裏 一會兒 在東大嶼發展 我也回應一點 其實 填海來說 我們知道很多前人 有不同的關注 尤其是 都是關注到 環境 海人生態 那方面 那這裏 最初 見到同處 和小都介紹 我們在選子方面 已經是盡量 找一些 生態 敏感度低的位置 現在我們說的 東大嶼高湖 這個位置 是在我們其他地方的水域 生態的環境 是沒有那麼 敏感度高的 我們也都 明白大家的關注 我們之前做過一些 在水域的檢視 其實 剛才 曾博士提到過 那些白福海雕 我們都發現 在這個大嶼山的東邊 這個牌頭虎的地方 有一個巢羽在這裏 也都我們做過一些 水上面 水裏面的一些 調查 也都發覺 在這個水裏面 也有些沙湖的瓶組在這裏 剛才提到 在寧州 也有些珍貴的物體 我們看到有些 叫做鮑士 雙筑役 那這些我們都知道的 解釋的 也都在我們下一階段 做這個 差勵性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再重點 來看看 這一區的水域 那個生態環境的情況 我們會看看 如何儘量避免影響他們 亦都是有沒有什麼 完解的措施 或者是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 賭償的措施 那也都另外 剛才有提到 關於那個 交通網絡那裏 現在我們這個 第一片的圖上面 那個走線 在這一刻 都是一些概念性的 一個想法來的 一個構思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需要 在接下來這個 這個策略性研究裏面 去檢視走線的可行性 那還有呢 將來的交通管制的方法 亦都會在這個 策略性研究裏面 去做一步檢視的 或者剛才歐女士提到 先過為後面前的問題 和我會演一下 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區域處也好 成規會也好 其實都很正式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成規會也有一份 有任務 就是 如何去處理一些懷疑 先公開後面前的 一些檢視申請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做法 就是說 如果成規會收到 一份申請 如果我們是懷疑 它是一個 為例的發展的話 成規會是不會處理這個 一個個案 直至到這個個案 即為例的發展 在處理中 而它考慮這個申請 如果真的考慮的話 它都會是基於 將來會是做了一個服員的情況之下 那個情況去考慮 這個建議的申請 是否值得去通往 所以透過一些這樣的方法 我們希望可以 壓制到一些 現在是 很多做緊是先保衛後 建設的一些這樣的行動 我們都 成為了很多事情 都還可以再用到一些 即是在法例上 那些事情 很多那些 剛才阿波都提出 在成規的條例上 可能會有些事情可以做 但我都想大家 留意一下 其實 剛才阿波說的 可能是比較 好像很簡單的一個角度 但其實它牽涉背後 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一些 效果在 我們這些要全心去探討 才可以 另一方去處理 但是 我看了你的意見 但是 其實 因為今天 現在不是很多時間 我都想解釋一下 關於一個 發展審批地區埠的 不然 如果下次有時間 我幫你解釋 你是不是很想解釋 很想解釋 解釋 因為很多人 都不明白 那個過程 是否有個 發展審批地區埠 才可以做到 一個執法的行動 我遲些有時間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關於人所 其實我們現在 在東大潔多門 這方面 都是一個很錯誤的概念 我們看回 如果真的要建一個 在這個地方 在個中部水域 發展的話 這個規模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考慮因素 我們看到 現在我們的新市 例如 沙田也好 住門也好 它的規模 都大概是 50至70萬人口多 這個其實有個好處 在這裏 有很多基建也好 或者一些社區設施也好 沒有這樣的規模去支持 沒有那麼人口的規模去支持 是沒有辦法可以成市 所以我們希望是從一個 經濟效益的考慮 從一個 社區整體性的角度去考慮 都覺得是需要有這個規模的發展 才可以成市 但是其實 香港是否真的有那麼多人口的增長呢 當然 統計處是有一個數字給我們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說近30年以後 或者再遠一點的一些推算 是全世界來說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落差在 所以現在我們的策略 是說真的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更加能夠有一個 叫做 ready 即有一個 可以有準備 將來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 增長的話 我們那個方案在哪裡 我們有什麼選擇 可以進行發展 這也是一個很初步的構思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人口增長 或者有這樣的職業的需要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講到就業方面 就是我們現在是講到一個很大規模的就業的增長 但是呢 其實我們整體上都有一個構思 就是說 現在其實我們看到 大部分的職業都是在市區那裡 每一天其實就是很多主要在新界的人 就是要長途拔市 這樣由周邊地區去到市區 這個對我們現在其實公共交通方面 這個負荷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呢 在整體的策略性的規劃上面 我們就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在就業和住的地方 可以有一個更加平衡的發展 這個對我們將來 無論在交通上面的提供 或者是整體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 都是有一個好處的 所以我們希望盡量將多些就業機會 就是在我們外圍的地方 都會比較多這樣的提供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科目的概念 OK 由於現在大會 可以將整個會議 是延長大概是45分鐘到1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點時間 好 今天前輩及往後 有阿康的朋友要調教 自己調教一下 在這裏我們再問兩項問題 等台上回應 然後就可以去到這裏 好嗎 謝謝 我在補充兩項 然後我們幾位同事 都做了幾場地的問題 第一就是關於阿康 提到東沖河的股河問題 我在這裏提供少少少資料 提供少少少資料 就是說東沖河的東岸之流 東面之流和西面之流 其實大約有一個30米的股河大 在那裏提供下面的発展 這個發展是受到限制的 另外在東沖河局 亦都會安排些可持續的排水運動 盡量令到海洋的污染減少 第二就是在我們和這個排水發展這個方面 我們通告前來自處 亦都會和持分者包括環保團體 我們會坐下大家去交換意見 是否可以做多一些關於保育的措施 以及如何推廣大學生保育方面的工作 這些是我們將來的工作目標的其中一個 我任免幫,待會我再詳細分析 為何先生講這個問題,很詳細可以跟您講 但現在想這個問題,跟Paul講這個很重要的關鍵 Paul說你們規劃無論是活動或是基建 你不可以只是基建來發展,你現在的情況如何 好像Paul說如果是山地或某個環境 現在的文化是怎樣,應該是很重要的考慮 不應該放活動或是起橋,有沒有想到 譬如在梅汪現在的環境是怎樣呢,文化是怎樣呢 你想想如果你是用什麼活動,一定要將現在的情況來考慮 我覺得計劃處和發展局很多時候沒有講講現在的環境是怎樣 英文有的話是Initial Condition 你每一個動力的系統都要有現在的Initial Condition來發展 我希望發展局和華麗計劃處看 重要的Initial Condition 以幫你提供新的計劃 我為了 我為了 為了 Thank you translators for doing a wonderful job. I appreciated it a lot. Just a point of clarification around the transport discussion, I think you're also missing a huge part in thi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25 cars. I know in my village alone there's nine new houses being built. Each floor of their house is about to have three new cars so it only takes three new village houses in one village to blow away that 25 number. So I'll leave you to the maths. Nine new houses currently being built, not what have already been done. So in my village alone there's 30, no, what am I saying? Three, nine, nine, nine times three times three. Yeah, I'm no good at maths,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And then that's how many villages are nooktaytong and then that's keep on going. So I think you're misguiding the community of Hong Kong by not telling us how many new houses are permitted and will be coming in the next 5, 10, 20 and 50 years in V zones so we can plan our transport appropriately for V zone areas which are unregulated, you might as say 4 car payment. Okay, uh, uh, you just because you say the word eco or sustainable in front of a slide, Thank you just because you put the word eco or sustainable in front of a slide about a proposed development project doesn't make it so so I'm quite curious to know why you invited the green groups to the table so late and why you've given us such a short time to respond to the proposals and an extension would be quite exciting where are th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and where they have the if they have been invited or not invited and it would be great to see what's their say on it Thank you it's a bit over very open hours and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t's very simple it's very simple but it's really clear you can say it not to very clear what I wanted to find now is the idea of the planning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say is it just a very good question well, you can say, too, which is a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is unique what I want to do and that's a true question which is the context of the planning and I want to do 從2005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沒有改過10年的時間 都是一個適合的時間去討論 即不是一個不適合的時間去討論 所以其實這個會否真的考慮一個整體的修例 而這個修例就不只是令到大學生可以得益 其實對於現在整個新界 很多島嶺頭的問題 那個流動都是得益 這件事會否先做到去討論其他大規模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請華相朋友先回應剛才提問的問題 接著到下一輪的時候 我會將第二輪和第三輪的台上講者合併 即是請所有表演都一次做完 接著一開放大家一起討論 那可能會整體性比較強一點 好嗎 現在有朋友可以節省時間 好嗎 請請 我這些做完的問題 這個做完的問題 這就是我可以怎麼回答 我才能提到政府和政府的問題 但我會讓政府的回答 我提到有問題 但我們只會提到不消防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關於哪個性質量 那麼有些地面 不不大就沒有修例 當政府說 說那個影響 それは不大影響 在乘速跁行器,它 frankly就散了 竞技能制定這些車加進去 加設於每个璃環 itor有很安全的 只有他們要專心 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to be more clearly is that when they put all these ideas forward they have to be very clear what第一個 is of those idea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land but the foot print including the slope works and the footprint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foot print of all the nova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slope works and so on, you have to have an honest impact assessment and we haven't seen that we just got on a list of really great ideas or fantastic ideas Yazan at least I'm putting it 全球最好的决定。 就是,人生都很好。 你可以在冰了温暖和好。 去买温暖和坐下。 去买温暖。 才能全体是不共感。 但是,真正在没有试图。 如果我們做了它, 这是一个湖, 仍然是任何一畜地地跌路。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打看的, 我们维小 Confleå. 我们是为了 eld的两地地跌路。 很多楼敌的。 就在以20年代, 很重要的地方。 都这么重要。 因为它都一直在在楼里。 我打了这个提示範在顿远的回答 呢 当政府说 我们会放在维生地的肆码懒 或娱乐地区的地方 或保护地区 我们最高的事情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如果是公主地区 徐军城池 你放那边序 那就是说房地区 你放了一个高高高高的壁 what are these people going to do what are these landowners going to do the economic incentive for the abuse and misuse of that land has gone up dramatically even if it's just a little tartan tank car park whatever so zoning is not the issue that's a color on the map useless you're going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land you're going to manage it because you put such a big amount of economic activity right next to it so we kind of get a much more honest debate footprint carrying capacity quota quota meaning what can currently already come in how many fairies go in and out how many buses go in and out what's it to a road with the capacity of actually people moving in and out carrying capacity over this over the area you're going to have all of that very very clear and don't just try to get seven million people in Hong Kong excited with paragliding and stargazing without telling them the damage that it's going to do which is an unfair discussion 希望大家了解我們現在推出這個 向大家諮詢這個大玉山發展的建議 是一個high level一個策略師的層面 我們同意的阿波講的那些我們很多提出來還需要一些詳細的研究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看漁南做一些水療畫度價的設施 那些設施需不需要影響附近的撤坡呢 其實我們是要做一些研究才可以確定 所以這一輪的公眾資訊不是等於問完之後 大家同意好不同意好 不是說同意那些我們就是一定做得到 其實我們還要看各項的可能性研究 才會再有… 剛才那一個所以我說一個大的畫面 在各項的項目我們再去推薦的時候 其實都會好像東中新市鎮那樣 還會有視乎項目的複雜程度 都會有一至三輪的公眾參與活動 所以剛才有一位朋友說 其實我們那個公眾參與活動 我們剛剛是提出了這一套的建議計劃 就在一月底的時候 已經都開始了公眾參與這輪的活動 在不同地方都有些巡迴展覽 也都其實搞了三場的公眾的論壇 那個就好像趙子公說 就是由政府去安排 其實都是大政政安排 都是所有公眾人士都可以參與的 也都是就著不同的小組的六十團體 我們都做了一些對消小組的會議 那那個Paul經常用我們paragliding的活動 其實我們都問過玩paragliding的那些人 他們在哪裏落腳 他們當然是就著 每一次就著那個風向 他們就告訴我他們是水口 背澳那邊 他們都會有落腳的地方 當然詳細下一步怎樣去做呢 我們今天想聽下市民的意見 就是對不同的刊落活動 他們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建議 有人可以說更多的建議給我們 都可以的 所以我們才歸納去我們下一步的藍圖 在下一步再研究那個計劃裏面 現在我們是在這個strategic level 聽大家的意見 再下一步的時候我們再有多些 無論是交通評估、環境評估 我們都需要做的 再去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要再回來向市民或各個接觸者 再去將這些資料向大家分享 再看看下一步項目的推薦 我想那個大前提 我們今天的諮詢目的是這樣 如果你說問我們 你這個其實是在哪裏 會引入多少人 帶入多少車 我們今天真的答不到 但是我想在那個大概念裏面 看看大家的意見 如何 好 好 由於我們每日會延伸到大概六點半左右 所以我們還有兩個電台進行 現在我們會不會休息 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回到這裏 一路踩下去 可能大家要小小小小 好嗎 好 好 我們回到這裏 我們會把第三部分的討論 先進行 然後我們繼續討論 好嗎 一會五分鐘 謝謝